远离天下事,剑指木飞山,为首神君志,八番荡六川 哪怕八根子打不着的金川议员都得安排在这打上一场 这关就是拖了那么长时间没更的原因 因为是第一次讲到这一关 要讲清前因后果,要讲解六级武器的拿法 要优化流程,最关键的是还得录好几电才能走完分支 打起来简单,解说的词是真不好写 在上一关,德川家康一行人在旅游时得知 之前信长在本能寺遭谋反而身亡 盟友的领地瞬间变得危机四伏 于是德川家康下令穿越一鹤返回三河 借着福布伴藏的带路,本多终胜的过河拆桥 众人得以平安归还 之后家康聚集士兵,准备讨伐明智光秀 既是为了给信长报仇 也是为了在接下来的天下人之争里占据优势 当然了,这次穿越一鹤异常凶险,差点就丧命了 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也是有出兵名分的 可是呢,虽然这只乌龟非常善于长途跋涉 但又怎么可能跑得过猴子 刚到明海城就已经传来明智光秀被羽柴秀旗剿灭的消息 要按现实点的说法就是 乌龟是回去之后临时钓兵 不像猴子本来就是带着兵的 6月23回到三河,7月4号还在明海 从刚骑到明海不过30公里 走再慢两天也该到了 但面对明智光秀,兵力不够是绝对打不了的 就因为花了太长时间在调兵上 被猴子抢了先机了 当然了,就算猴子没抢着 乌龟应该也是各度讨伐军中最慢的一只 毫无疑问,之前家的内部争斗中 成功替主报仇的猴子占据了绝对优势 眼见之前那边不好掺和 家康把目标转向了五田旧岭 因为在本能次之变后 信长在五田旧岭安排的人都不在 正是空虚的时候 雪山没雪,死在穿越一鹤的途中 家康刚回三河就派人去接收遗产了 三长可和毛利长秀放弃领地 返回了美农和北章 农川一役被北条打三后也退回了美农 就一个和靠秀龙没走 又赶上五田遗臣叛乱 家康派本多信俊和奥平信光前往支援 名义上是支援 实际上呢,是赶秀龙走人 要知道五田遗臣的叛乱 本来就是家康组织的 为此和靠秀龙斩杀本多信俊和家康翻脸 结果遭本多信俊手下的五田遗臣袭击而身亡 这下子之前在五田旧岭的人全没了 这么大一块肥地,可是有好几只狼在盯着呢 上山,北条,真田,还有德川 这四家争夺贾匪信农 被称为天政任务之乱 北条先是和真田结盟 又担心上山跟德川结盟 所以抢先一步和上山和谈 结果却导致真田倒向德川 之后北条在各战线的战况都很不利 最终是知田信雄和信孝让北条和德川和谈 除了两家联姻外,贾匪信农都归德川所有 北条只保留上野,两家互不干涉 但真田又因为上野的找田城归属问题 而跟德川闹翻,转跟上山联盟 也就导致了后来的第一次上田城之战 在四家争夺五田领的时候 宇柴秀吉已经消灭了柴田盛家 之后又利用知田信雄逼死知田信孝 在一开始,家康还没打算跟秀吉为敌 但是在秀吉开始对知田信雄下手后 信雄为了跟秀吉对抗而垄落家康 家康现在实力已经壮大了 早就有跟秀吉对抗的打算 但苦于没有名分 这时知田信雄的球员对家康而言是极好的灵异 知田信雄斩杀了三位疑似当了秀吉内应的仲传 也就相当于对秀吉宣战 得知此事后的家康立即出兵 进驻信雄的青州城 而秀吉在得知信雄宣战后 率大军进驻犬山城 将来的两位天下人 围绕小木山城展开大战 为了得川家的未来 本多平巴郎将在此展现他那无双之舞 更多平巴郎的仲传 把戰爭上 Strawberry Sticker 那些数 那些数 天下通りまであと少し 残るは徳川家康 敵方は我らに倍するたぜ さーて これを何とする どうすればええかの さすがに倍は難儀だろ 病院に紛れて騎士をかけるとか 愚問 戦は数の実に手致すものではござらん 気をつかみ力を尽くすこと これもまた戦の要なり うん 数に奢るもの その数に置いて恐るに足らん 今こそ 三河武士の新面目を示すだけぞ 進入战斗準備 這關也是战前就有一段CG 羽柴君朝長久守進發 要注意 這裡指的並不是羽柴秀吉的本隊 而是負責騎士的池天恒星那些 在這個地圖上 右下方有兩個據點 紅色的敵方據點算是岩崎城 藍色的我方據點就是長久守城啊 當時羽柴君的騎士隊足有兩萬余人 而能迎擊的德川軍總共不到一萬 所以CG中提到了兩倍 實際總戰力算下來羽柴君可是這邊的三倍余 在這個場面下 德川軍駐将面對兩倍的敵軍心中有些沒底 而忠勝表示 數量不是問題 打仗靠的是發揮 說起來 德川軍直到目前為止 就沒打過數量佔優的大戰 這種情況早就該習慣了 還有德川軍有人提到的用地雷 可結果卻是羽柴君用了 德川反而是在跟金川打的時候用上了 戰敗條件除了自家主攻外 還要保支天信雄 如果進入羽柴本陣時有任務失敗過的話 前前慶次就會朝我軍本陣突擊 等他進本陣過不了一會 信雄就會敗走了 另外家康這邊如果有任務失敗的話 也是要小心的 所以走任務失敗的流程時 最好戴個鎮太鼓或者天盤盾 本次武器使用初始數值的五級武器 因為流程A要做拿六級武器的流程 用五級拿六級也算是掩飾拿法的基本要求了吧 雖然很想用人間五谷看分長客 但還是留到另兩個流程裡吧 本多中盛五級武器的加成是非常好的 攻防夷三項不用說 無雙槽對中盛算是有用的加潮 加50點後無雙槽是335 清兵可以先C3-2再C3-3 對非鬥氣敵將可以直接崩防打C4 一套C4剛好打到頻率高的轉圈部分 後續還能連上終結式 面對鬥氣將可以兩次N2後接N8或者C3 更不用提這還是萬能的紅連屬性 道具選了攻擊、防禦、無雙增加量、間接防禦力、鷹之流斯 尖防這個是為了應對塔上以及敵方本陣附近的鐵炮兵 其實我的話不需要帶尖防 陰流隊中盛的用處也不是特別大 追求效率的話選移動力、馬鞍、荒域魂、河域魂、被水彩配都可以 但是後來我想了想既然是掩飾六級武器的拿法 那我應該在輸出方面留點餘地 盡可能注重容錯方面 護衛兵就繼續老樣子五代平八郎 等下路線我可能打算換別人 看一下人員配置 我方一開始人還沒到齊 之前信雄是我方名義上的總大將 德川算是援軍 他是信長的二兒子 也有說信孝比他早出生 但因為生母地位低而被判成了老三 我感覺信雄應該是真的次次的 因為他太二了 在信長進宮一世時收降了北田 作為義和條件讓信雄娶了北田巨教的女兒 並過繼給北田巨房當養子 也就是說他要管大舅子叫爹 管岳父叫爺爺 目的自然是讓自家血脈繼承別人家實現村病 強勢大明的非第一繼承人總是很悲劇的 幾乎都逃不過被過繼出去的命運 袁浮石名為北田巨峰 過了幾年繼承家都了又改名信義 信長為了讓他徹底掌握北田家的實權 以北田巨教內通武田為由 謀劃將北田一家鎮除 北田內通武田那是信玄式的事了 現在你在清算很明顯意不在此了 先是派北田舊臣去刺殺巨教 然而劍豪國寺也並非朗得虛名 遇襲後仍奮力死戰 斬殺十九重傷百人 也有說事前籠落了北田巨教身邊的勤士 在他的刀上做了手腳 讓他拔不出來 沒能抵抗就被殺了 我對此表示懷疑 練劍這麼久的人 會因為拔不出刀就打不了了嗎 他跟柳生寶藏院這些開道場的人走這麼近 備用的手段肯定會解來 話說信成和信雄他們下手是真狠的 死在三奈獄所的除了北田巨教外 還有他的兩個兒子 外家家臣十四人 家人三十人 而在田丸城那邊 信雄以社宴為由 誘騙北田的一門重前來 全數斬殺 沒來的也派人去刺殺了 就這一日之內 北田一賣就只剩下北田巨房一人了 還被龍川一翼軟禁了些 相比起來 信孝奪神護家的時候 至少沒滅門到這個程度 信雄在參加第三次衣室長黨 越前一向一魁 紀州征伐時 還沒有像後來那麼坑 因為這時總大將是別人 等到他自己領兵的時候 就看出這人水平有多糟心了 自己第一次領兵是天正一賀之亂 九千五败給別人一千五 其的信長都要斷絕關係了 怎麼出這麼個廢物兒子 要我說 這就是之前信秀的遺傳基因 一定會生個廢物兒子來延續香火 自己領兵就成這德行 第二次天正一賀之亂能贏 那是因為信長領的兵 本能四十他啥都沒做 雖然弗洛伊斯說是信雄燒了安土城 但弗洛伊斯當時在九州說的這話沒根據 不過戰國無雙一里信長火燒安土 應該就是出自這個傳言 信雄之所以什麼都沒做是因為手頭上沒兵 有說是全借給信孝打四國去了 結果信孝帶著信雄的兵參加了神奇之戰 信雄卻因為沒兵用而無法參加為父報仇的一戰 在這之後信雄和信孝回歸了知田姓 也是這時候才改叫信雄的 之前一直是信義 在青州會議時雨柴秀吉和柴田盛家對立 秀吉要立知田信中的遺子三法師 盛家要立知田信孝 你看這倆都不要信雄 原因也很簡單 秀吉立一個兩歲的孩子 是把他當傀儡自己掌權 要是立信雄呢也能立得住 說幾句好話就哄住了 可是信雄太會闖禍了 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把自己玩沒了 這樣一看立這兩歲孩子 可比信雄省心多了 盛家那就更別提了 他要立信雄的話 那就半點勝算都沒有了 信雄要是有君 那能把你頭疼死了 之後信雄就幫著猴子打盛家 然後又逼死之前信孝 回頭就跟猴子鬧翻了 猴子可能是故意鬧翻著 不一定是真要對信雄出手 也許是覺得信雄當敵人 比當自己人舒服 於是我們的烏龜 就成了信雄這個豬隊友的受害者 自己費心費力打贏了小木 回過頭來信雄居然跟猴子和解了 直接把家康的出兵名義搞沒了 要知道沒有比家康更注重名義的了 秀吉的十萬大軍 都沒有信雄的擅自一和帶來的打擊打 四那之後 信雄算是徹底向羽柴秀吉投降了 在小田園征伐後 因為不願意離開偉章 轉封到家康的舊領 觸怒秀吉後被改譯流放之後出家 好在後來家康替他求情 讓他成為秀吉的遇嘎中 官員之戰時偏向於西軍 戰後又被改譯 為了謀生而出示封辰秀賴 卻在大阪之陣前投向德川芳 有傳言說封辰芳打算以信雄為總大將 我是不信的 讓他等總大將那是真不想贏了是吧 我總覺得德川軍能在絕對優勢的情況下 大阪梁場打得那麼狼狽 搞不好就是他方的 德川統一後封信雄五萬讚 再次回歸大明之深 別看他打仗不行還總闖禍 但人家最後過得挺舒服的 之前家的人啊 能耐越大 結局就越讓人遺憾 信長那一代裡只有有樂斋混得好 信長兒子那一代裡 除了信雄最後能有五萬讚 剩下最高的才兩千讚 如今的之前後人 絕大部分都出自信雄和有樂斋這兩支 但信雄的後代 對外一定說自己是信長後人 不會跟別人說 之前信雄知道吧 那是我祖宗 不會這麼說的 丟不起這人呢 所以說無能的人呢 也有他的用處 而在本次流程中 我也確實找到信雄值得一用的地方 這個到時候再說 小牧長久守也是本多中盛的閃光點 雖然說重創羽柴君的是 家康和神源那一路 但中盛僅已五百人死守小牧山城 對抗羽柴十餘萬大軍 還單人帶馬去鎮前洗澡 卻能嚇得羽柴君不敢進攻 而被誉為東國第一勇士 中盛帶著女兒出場 然而在中盛之中的小牧裡 倒極是一句台詞都沒有的 雖然他自己沒台詞 但是會有三個人在台詞中提到他 我方的非初期配置有三個 福布伴藏是德川家康的副將 在第一個任務失敗 或第二個任務結束後登場 跟他相遇還有幾句台詞 之後池田恒星的襲襲隊出現 神源康政隊出現在東南方 阻擋池田隊攻入本鎮 然後宇柴君又從北 分別攻向小牧山城和本鎮 九井中刺隊會出現在西邊 保護本鎮 所以四天王裡誰沒出場 誰尷尬 德川家小牧不帶他玩 而且還是在某次被出鎮時缺席了 真是真的太慘了 再看敵方這邊 也是一大堆初期不可見的 宇柴秀吉開場後才到 但是他的兩個副將 是早就在場上的 副將有三個 乾田慶刺 雜賀孫氏 森長可 慶刺和森長可是一開場就在 慶刺在猴子西邊 森長可在小牧山城 進入敵方本鎮東北角後 雜賀孫氏出現 慶刺和孫氏都是超斗器 武器和道具有一項不加工的話 就會硬直降擋 所以不推薦五輪 猴子和森長可只是普通斗器 缺一檔攻擊也能打得動 話說回來 主將帶三個副將全是鬥器 在一代裡面 算是最精銳的一支军船了 森長可沒被安排在棋席隊裡 而是放在了小牧山城 算是柔和的與黑之戰的一部分 另一隊非初期配置的是 負責棋席的直天恒星 在第一個任務失敗 或第二個任務結束後登場 副將是羽柴秀長和枯秀正 因為森長可被移走了 秀刺又實在不值得登場 就讓猴帝不缺了 這裡顯示的八支軍團都是兩兩一組 龍川一役和加藤星正 是前往小牧山城的救援部隊 要拿六級武器的話 最好注意一下他們的士氣 留下士氣高的不殺 為後續清理戰場做準備 我特意刷了個龍川對高士氣的開局 這樣會比較有節目效果 但如果圖方便的話 建議殺龍川留加藤 因為龍川一役一般會一個人先衝過來 先殺他可以避免誤傷另一個 其他的人是前天立家破生世襄 進攻小牧 酒鬼家龍 金森常進進攻本陣 風須賀小六和高山重有 夾擊德川家康 說一下本官概要 德川軍從明治軍的集席中逃離 流回了三河 但在這期間羽柴秀吉討伐了明治光秀 完成了為信長報仇的一戰 自此秀吉確立了自己作為信長繼承者的地位 對此 德川家康跟之前信長的次子信雄聯合 與秀吉對抗到底 家康為了決出誰才是真正的天下人 朝偉章小牧山城出陣 圍繞著雙雄的天下的最終決戰就此展開 這個流程是要拿中盛的六級武器 條件是完成前兩個任務後 從中盛的專屬BGM想起開始 直到完成擊破破禁小牧山城敵方部隊 和阻止敵軍進入我軍本陣這兩個任務為止 這段期間不能讓任何一個敵兵進入小牧山城 這是個非常難的條件 正常打很難成功 但如果用些手段的話 也是有穩定成功的方案的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方法 我的方法是 第二個任務的兩個敵將 龍川一役和家康清政留一個 然後去清理戰場 把敵方能打的據點和兵都清完了再完成 但這樣有一個難題 就是如果一直拉著敵將走 難免會在清兵的過程中把他打死 總是顧慮著他的話打起來會很别扭 為此我們就需要找個地方把他給拖住 首先我考慮的是小牧山城裡面的我軍據點 但如果據點被打下的話任務會直接失敗 而且如果小牧山城內的敵兵過多 任務也會失敗 只要失敗了就拿不到六級武器了 然後我考慮過引到德川家康那 但結果是哪怕留下的敵將士氣再高 在家康面前也撐不了多久 在他死前 我可能還沒辦法處理完場面上的事 於是呢 我最終找向了知田信雄 而在多次測試過後 我發現他真的是最好的儲物櫃了 敵將單人進本陣跟信雄打 只要士氣波動隨機到高的話 都能撐到我清完場的時候 但如果士氣波動到低的話 最後會被信雄幹掉 所以如果龍川和加藤士氣都隨機到低的話 那就要多留幾個敵兵一起進本陣 才能多撐一會 不過呢 讓人進本陣就意味著拿不到天盤盾了 因為天盤盾的條件是不能讓人進本陣 六級武器和天盤盾可以一起拿 但作為六級武器的攻略而言 我是覺得啊 放棄掉天盤盾可以更穩定的取得六級武器 對了還有件事 因為小木的事件節奏很緊湊 我實在是插不進化 所以有一部分解說我只能全靠字幕 等到有能插畫的餘地了我再說話了 好了說了這麼多 該開始戰鬥了 第一個任務是奪起小木山城 這就是趕時間打手背頭的原因 讓開門趕在巨槍前邊 好吧 離開後 還有小木山城 從封城 到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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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順時 有力 哪有力 是 随便上方几点 Buff时间不够撑到巨点冰场用钱了 那就用来打小冰小冰场 无Buff下一套无双也是避鸟避典 接下来这个巨打就另一个飞刺刀 这里虽然也有个飞软 但什么都不掉 第二个任务 击破与裁军后是不对 成功条件是击破龙川一役和加仓行政 我再带去 触摸 了解 虽然只是意外 但这时把龙川进下马刚好 接下来就是把龙川引到本阵了 龙川的AI是主动出击 不用特意刷新位置就能理过来 有时可以故意离远点让他往回走 趁着这段时间就能小兵 如果不小心把他打太狠了 还可以引游他放吹飞剂补血 但要注意周围不要有其他有军小兵 他们会去打断不行 我们的护卫兵不会打他 但会在打其他小兵时顺手打了他 打错方向 好在只是把他绷防了 没办法只能多带些小兵进本阵了 也别引太多兵进去 兵多的话他们真的能攻下本阵的据点 他们进本阵的那一刻就已经意味着拿不到天盘盾了 把他们一路带进去 信雄啊 你看我带谁来了 老熟人跟你一块灭北平呢 好不容易相见 你们一边去旧一边算账吧 冬川啊 这可是你原来的少主 下手清爽 信雄你也是 都杀了三个家老子 别再杀第四老 人我先存你这儿 等我办完了事再回来取 留几个敌兵 这样应该能保证活到我回来 然后就该清理战场了 我是打算先把右边的清了 现在城里没敌 不需要担心 这时如果无双满了的话 就先打下边 没满就先打上边 因为下边这个 要一套无双直接带走 无双没满的话 费时间 上面的据点 因为有很多杂兵 可以用杂兵 攒满无双再打进去 而且上面的杂兵 调捕无双的酒 无双刚放完就能回满 队长只不轻轻的 无双的都别人 队长只不轻轻的 无双的都别人 然后才是队长只不轻轻的 路上可以把这个箱子打开 里边是加移动的战草鞋 小木还没有敌兵进入 那我就先打左上走 因为本关开场就带着敌兵 几乎都是被动出击的AI 不会主动向小木山城跑 正好留着他们站位 打掉据点后 把这里的队长级撑一撑 因为干掉了些疾病 待会敌方据点就会出兵了 据点出的兵是主动 出击的AI 会往小木跑 所以要注意 别让他们进去太多人 然后这个塔上的铁炮头 是一定要射死的 不然在视野外 他们会对左上据点 造成损伤 再躲回去了 注意一下节奏 卡时间用虚拟箭射 哎 不对 还差一点没死 好了 这边安全了 回去打小木旁边的两个巨铁 被动出击的敌兵 别急着打 留着战位可以减少敌方出兵面 但是据点藏的兵面 你一定要处理 然后清理 附近能打到据点的敌兵 还有附近的几个塔也得打 不行不想浪费这个 先去打那边的巨铁吧 先去打那边的巨铁吧 外场剧剑全打开 剩下的狱方剧剑全带猴子本阵人 那时还关着了 所以现在可以把本阵外的狱灯传生了 信凶又在叫鼓掌龙线 一直不管的话 他迟早会把龙川干掉 别看信凶四季 在有剧点捕兵的情况下 是会围死忽身一人的人伤 这里的几个塔必须清掉 他们可以对剧点造成伤害 不清的话剧点会被打成队长 一下阵倒的塔上是三个狱炮兵 干掉队长就行 多打几下才倒的塔上 有三个暴人和一个铁炮头 要把暴人的队长和铁炮头都打死 附近有个独青头肺要紧 所以可以直接放过霜 这关暴人扎堆 几个连扔炸弹的时候务必躲开 打几下 这边那个才是 孙子倒下 这个塔也要打掉 你叫几遍苦战我也不会去救你 儿子也倒了 还有这个之前打了一半 恩?塔上的铁炮头怎么没了 这边应该是最后一个有必要推的好 这边应该是最后一个有必要推的好 区区一个暴眼还敢给我死 这两队不打也行 可以留着站位 但留着他们会给酒井公司造成麻烦 所幸还是轻了 好 好了 该回去取货了 你们俩聊完没有 我来收人头了 这次因为多野了几个冰区呢 红村的血量还没掉太多 如果让他一个人来 这时一般有残险 后悔把无双用小冰身上去 不然有属性的情况下打起来就少分多了 这样在完成这个任务时 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席席的反面教材也来了 该来吧 我将继续部队都追溃 加康去打席席队了 现在我们立刻继续森 我们将继续保护 尊人,等了 下面还不着 沈云康正出场 加饥迟田也守着本镇中路 太厨了 猴子的另两路兵马也相继出动 到了拿六级武器的关键点了 别离太近 确保他们出来后门能关上了 两个任务 第一个是击破逼近小木山城的敌方部队 成功条件是击破前田和仆生 另一个任务是别让敌人进入本阵 成功条件是击破金森和酒鬼 失败条件是他们进入本阵 九阵东次是守本阵本路 清理完独行头后把两人引到左边任两个敌战区 金森和酒鬼会暂时被据点拖住 但据点撑不了多久 出现据点陷落的消息时就必须把这俩往左边引 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疑兵 不如小木山城链 据点陷落该带他们走了 不如小木山城链 再次去做摩天 怎么回事 去做温关 在小木山道上 要就是让我们可以 这些人是有关在乞海岸上推出。 好看。 约尽也快。 正好看。 约尽也。 好吧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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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任务是击破敌方齐齐后续部队 也就是风修贺和高山两队 没有失败条例 如果敌人没进过本阵的话 就能拿到天盘队 但我为了稳定取得六级武器 带人穿进本阵 所以拿不到 从BGM改变开始 到这两个任务完成时 只要没有敌丁进入过小木山城 就会出现六级武器的输送部队 输送部队从右下距点出现往上走 见到伴藏会出发对话 优优独播剧场—— 拿到六级武器了 回去打栖息队 先打谁无所谓 迟早都要干掉 想无所谓不给你机会 这儿的敌兵数量比我想象人少 不好找回窗 在二代有三大报名剂之一的本国忠赛 在一代这个报名剂占比超四成的作品里 反倒没有报名剂 啊老爹也打了 爷爷还是残血啊 这和历史上的死亡顺序相反 先干掉了七十队本队 然后再去打后队 要是这个早点打出来就好 啊 啊 一路撞!撞到! 一路撞到! 撞到! 撞到! 本阵外直降全面 然后就是从右路推过去 由于右上角的门开了之后 不会再关上来 而且又是敌方 目前唯一图往外接的剧点 会疯狂出兵 这关想刷兵的话 千人斩都是想的事情 这个属于看见错了 才想起来包奖 虽然知道多清兵也没什么意义 但这么多人扎堆让人忍不住 就这样慢慢往上边两个剧点方向推 前方会有地雷 跟上前城的是同一种 踩上去就会爆炸 但因为有自动防御 所以很难被炸 说起来这种银雷 真的能使得像我 而且滚过去也不出发 敌感度也不怎么样 这里清兵主要是 发生几条银太多 我不想让友军败此 差不多了 可以进去了 大树倒下 截断了图往本军的路 杂赫森是要出场了 他是超斗戏要小心 一旦 战場には何を起こる 但會打得更多 不光是超斗器分次短身控防招 附近还有大量的凸套毒 最好是先处的铁桃兵 但我没特意信心 主要是比较喜欢把子弹弹回去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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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着绕背命中后的开无双 结果他先放了 杂赫孙氏战死 小木的时候杂赫仲氏站在细熊这边 但是灵木重秀却已经是猴子那边的人 上路线两关都有分次 下路线就见不着他了 该拆树了 最好还是用C3-2 如果之前有任务失败了的话 庆祖就会朝五双本人独击 但没有任务失败 他就会待在猴子身边 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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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稍免 出了 双本人独偉 能不能吃 可能 三角 双本人独偉 要 天 気 人 秦 能双本人独偉 打出黑旗太高了,等会再车用来打小军太浪货 但这附近不光有很多铁炮兵,还有点打兵 这关已经花了那么长时间了,哪有功夫跟你耗啊 哎,庆祖没跟出来啊 算了,只能用来庆祖一下言语大叫 去吧,最后的据点也打了吧 去吧,最后的据点也打了吧 去吧,最后的据点也打了 那我把手放在那里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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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我比较赞同庆次 打架的时候别扯什么终于不给你 不想浪费时间了 直接靠属性伤害 不 上路线里的死法挺一般的 睡觉好等 结束这回 说起来猴子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下路线根本见不着了 我一直都不太短 所以猴子说太行 狗子作为总大将,确实是个普通斗气 而且是斗气了,还可以刮杀那种 啥?我无数没满 解决,过关 最后获胜就行 又让我想到信雄这个猪队友了 这是守住小木山城的流程 也是拿六级武器必须走的流程 面对秀吉十余万大军 站在德川军从上到下的一心奋战下 最终打败秀吉,冥扬天下 但后面发生的事儿呢 只能说猪队友比强敌可怕多了 这一场的难点就在六级武器的条件上 我给出的只是一种比较稳的方式 硬来的话也是可以拿到的 但是对场面把控的要求更严格 这是终生的六级武器 非常强的一把 具体等流程C再说 不然流程C真没多少内容啊 爷爷居然活到最后了 接下来是结尾飞机 表面迅速更严格 他会写定 不然, 殿! 我現在退出了! 那些人啊! 那些人能不能停止。 那些人能有更多。 本田忠勝 日本第一 古今土歩的勇士 可? 请订阅读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本多忠圣之章的上渡线结局 忠圣在长久守之地大显身微 羽柴军事虽重却无法突破 秀吉只能下令撤军再找别的方法 这个别的方法嘛 自然就是指知天信雄了 对于本多忠圣的奋战 羽柴秀吉称之为日本第一 古今独步的勇士 在归途的路上 家康和忠圣讨论起了人和战争的关系 只要是人所主导的世界 战乱就不会停止 但能停止战乱的也只有人了 忠圣便是为了有终结乱世理想的家康而奋斗至今 在最后忠圣也提到了在和平之势的武士 在无用无法发挥的时代 武士又当如何生存下去呢 这一点将在下路线做出解答 接下来还得有两个流程 首先是流程币